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一五妈妈健康屋,我是Susan 这期影片我还是要继续前两期视频介绍一下 我平常跟家人在家里食用的一些生酮的饮食 那平常就是我们会做沙拉,用巴萨米可醋 然后我是购买Trader Joe's的那种带装的沙拉 我第一期视频里面也有介绍 那我就是会加牛油果,加橄榄,包括我会加一些葵花籽在我的沙拉里面 基本上每天都在吃这样的沙拉 好,另外一个呢是牛骨骨髓 为什么我会选择牛骨骨髓呢 因为牛骨骨髓里面含有大量的脂肪 在一次逛街当中,我是无意间进到了美国的一家Pavilions这样一个超市 那我发现里面有这个牛骨在卖 当时我就买了三根回来就是试吃嘛 然后觉得还不错,口感还不错 然后当时那边的店员还跟我讲 就是买新鲜的Parsley 然后和那个Garlic大蒜就是切碎了 然后加在上面再放进烤箱里面烤一烤 味道真的不错 我们回来就是这么做的 然后当时只买了三根 我跟我先生还有我女儿一人一根 那后来吃完之后觉得哇,原来味道那么好 然后它又是含有大量的脂肪也可以补盖 隔了两三天吧,然后又回去 我又回到Pavilions超市又买了六根 大家就是一人两根 然后就觉得啊,很好吃 然后现在就是加到每次去购买都会买九根 然后就是一人三根这样子 这个就是新鲜的Parsley 欧芹 这个是新鲜的大蒜 这个就是九根牛骨骨髓 我现在把烤箱先打开预热 烘焙模式 温度300华氏度 在等待烤箱期间 我先把欧芹和大蒜切碎 然后还会使用到喜马拉雅粉盐 黑胡椒 把牛骨放在锡纸上 撒上已经切好的欧芹和大蒜 然后在上面撒上喜马拉雅粉盐和黑胡椒 好,现在烤箱已经好了 放进烤箱,烤30分钟 好,30分钟到了 牛骨骨髓已经烤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烤完就是这个样子的 基本上我们现在确保 就说一个星期会吃一次牛骨髓 把牛骨髓烤好之后呢 就是直接在餐前 是在一开始吃饭的时候就吃 味道很好 我女儿也非常喜欢吃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我女儿就在吃饭的时候 都会吃饭的时候 我吃饭的时候 就像我一样 我一样 我一样 是 我一样 我一样